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来罗马是为了追求知识 有的人来罗马是为了会晤亲友 有的人来罗马是为了参加会议 但我想罗马不会让人失望 因为这个虫世在地球上存在太久了 他的一砖一石 一草一木 都有了灵性 都有了欢迎旅人的热情 罗马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 请允许我来行走你 请允许我来感受你 请允许我来记录你 罗马的一位朋友对我戏言 站在威杜利奥观景台上 努力往前看 可以看到北京的紫金城 我睁大眼睛努力往前看 看到了一座座教堂 看到了一处处隧墟 看到了纵红交错的街道 看到了淤淤清清的树林 当然看不到北京的紫金城 我明白朋友的意思 罗马与北京 这两个伟大国家的古都 其实有一条红线相连 那就是人民的友谊 人类的友爱 和对于人类创造文明的敬仰 行走罗马即将结束 罗马让我居高临下地再看你一眼 看看那些我曾经到过的地方 更看看那些我至此没能到 但期望着下次能到的地方 罗马是一潭陈年的老酒 只有慢慢地品尝 才能够领会到它 迷人的醇厚与芳芬 罗马 我虽然没弄一夜不漏的读完你 但仅仅看过的几夜 已经让我目补辖阶 心持神网 罗马 我虽然没能像品酒一样 慢慢地欣赏你 但浅尝漱口 已让我回味无情 持甲流香 罗马 如果让我选择世界上 最喜爱的两个城市 其中必有一个是你 罗马 你是一首诗 你是一首歌 你是一部浩瀚的长篇小说 你是人类创造的杰作 罗马 就让我站在这高高的地方 向你告别 感谢你 罗马 再见 罗马 超 罗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